四年多过去了 台湾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在推广台湾旅游上面 吸引了不少泰国游客 根据台湾政府的官方统计 2019年到10月之前 也就是疫情爆发的前夕 是泰国人前往台湾旅游的 超级黄金时期 怎么说呢 泰国的访台游客 已经高达了32万1089人次 在2019年COVID-19爆发之前 泰国早就已经稳居前十大 入境台湾市场的第一名 有些泰国朋友 是一来再来 甚至一年玩个三到四次 完全不夸张 我讲一个个人经验 九份的小谈犯 在五年前我走进去的时候 因为日客很多 然后两边的小谈犯 讲的都是日语 KONNICHI WA 可是我之后 在走进去之后 也就是去年 听到的不是KONNICHI WA 而是SUMOR DICAP 我还以为自己在曼谷 看看这个市场的转移 有多么的明显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呢 为什么泰国人这么喜欢台湾 台湾到底哪里吸引人 泰国朋友到台湾买东西的时候 到底买什么东西回去泰国呢 SORRYKA 我是哲哲 欢迎来到哲哲的泰国冷知识 今天我们要来讲讲 泰国人的台湾必买 泰文价 DOMSYU 第一个大家可能会想到呢 是台湾的凤梨酥 凤梨酥确实卖得很好啦 不过我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商品呢 是台湾人比较不知道 那是泰国人都知道的热销产品 第一个应该就很难联想到 龙山寺的香包 泰文讲 客郎玩龙山 客郎就是香包 或是御守 玩龙山呢 就是龙山寺的泰文音音 这个香包一定要是龙山寺的香包哦 为什么一定要龙山寺呢 别的寺庙不可以吗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呢 是因为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 大家很喜欢拜拜 各种重要的节日呢 通常都跟佛教有关 像是佛誕节啊 御佛节啊 甚至是自己的生日 长辈的生日 都要去寺庙里面布施 上香 泰文说 TAMUN 做善事 第二个原因呢 龙山寺的月老很有名 再加上泰国单身的女生 很喜欢拜拜求爱情 想要求一段好姻缘啊 求红线啊 所以到台湾 一定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拜月老 但如果月老刚好不给红线怎么办 或是没机会到台湾 那就只好买香包啦 所以卖的最好的款式呢 就是龙山寺的爱情御守 龙山寺的香包红到有人 会特别飞去台北龙山寺 批货回来泰国高价贩卖 不管是在Facebook 或是其他的电商平台 都有人开店贩售 还教你怎么样携带才会有好运 而且你知道吗 批货香包这件事情 是经过龙山寺内部工作人员 证实的讯息 你看看 泰国人买到台湾没有放都惊讶到呢 所以我在这里想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泰国人爆买的龙山寺香包 你买过吗 接下来要看的是 泰国人在前两年爆买的台湾伴手里 甘白式的 珍珠奶茶巧克力 泰文讲 Chocolate 茶の海姆 Chocolate 是巧克力的泰文音译 而茶の海姆 就是珍珠奶茶 有些人会听到缩写茶凯木 很像中文里面说的 珍奶 听到珍珠奶茶巧克力 有人应该会跟我第一次听到的反应一模一样 呃 那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要先从台湾珍奶前两年 在泰国爆红的潮流说起 那一阵子 台湾珍奶真的非常的红 各大珍奶品牌纷纷出现 比方说武士兰的海外品牌Koyte 或是老虎糖啊 Tiger Fire 等等等等 那时候红到甚至连手表牌 都要推出珍珠泰奶抢市场 那个时候啊 各种珍珠料理也疯狂的出现 珍珠奶茶 珍珠炒河粉 珍珠火锅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支影片 而甘白式的珍奶巧克力 就是在那一波珍奶茶的尾端爆红起来的 中间吃起来是软糖 外面裹一层巧克力 那咬下去之后有珍奶的味道 这款台湾伴手礼那时候红到World Point 就是泰国的娱乐电视台 都要分享贴文来跟一波流行 珍珠巧克力在泰国的利润非常高哦 在台湾网购一盒79公克 只要49元 但是在泰国一盒卖多少你知道吗 150泰铢 相当于145块台币 将近三倍的价差 而且这还是用零售价来比价 如果卖家大量跟厂商购买的话 一盒的成本价 大概会在36块台币 你看看跨国代购的利润 是不是真的非常高 不过老实说啦 这款产品的热度有一点掉下来 一方面是因为COVID-19的关系 泰国旅游的人没那么多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跟珍珠奶茶 会稍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产品老实说是 泰国人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所以我想问大家的是 你曾经听过这个产品吗 你会不会买来吃呢 龙涛鞋子算是泰国人一说到台湾 会出现的几个关键字之一 国际大品牌的鞋子像是 Nike Adida 台湾整体来说呢 确实比泰国便宜不少 一方面呢 是因为台湾有很多的代工厂 我记得我高中同学 他家里就是New Balance的代工厂 所以他的鞋子呢 都是New Balance 好想要哦 羡慕嫉妒恨 而另外一方面呢 台湾的鞋店确实分布比较广 选择比较多 从入门款到设计款 这样的选择都有 有些品牌限定款呢 泰国是买不到的 而泰国人最常去买鞋子的地方呢 就是西门町 老实说啦 我有点困惑 去西门町买衣服 不是吗 或是去喝酒 怎么会去买鞋子呢 还是我的品味跟大家不一样 不过陆陆续续呢 也有泰国人发现 除了品牌专卖店之外 买平价国民鞋呢 大家会去公馆或是其他连锁鞋店 像是ABC Mar 全家福 大家知道有一次我去ABC Mar 我听到店员讲泰文 我认真有吓到 大部分泰国人买鞋子是自己穿 不过有些人是买去送给别人 鞋子作为一种伴手礼 对华人尤其是台湾人来说 很不可思议 送鞋子 是要送给爱人 还是送给仇人 所以我想问大家 如果有人送你鞋子的话 你会收下吗 伴手礼 泰文奖 狂发 当泰国朋友来台湾三到四次之后 就会想要买的东西 跟第一次不一样 对吧 第一次会想要买 风铃酥 紫金酥 牛嘎糖 有些人会买7-11的纯粹盒 你知道吗 纯粹盒热销到曾经有一阵子 有泰鱼的包装 台湾的买汉大餐其实也卖得很好 因为泰国的泡面里面没有肉 所以就逼得兴起啰 不过那些把台湾当第二个家的泰国朋友 他们买的是什么呢 根据我的观察 第一个会买的是暖暖包 因为这个东西在泰国没有 我想以泰国的天气来说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商品 通常泰国朋友是买了以后 下次旅行再用 或是冬天的时候买了到台湾 没有用完 所以就留下来咯 第二个台湾的隐藏版商品是 电子商品 iPhone 相机 Macbook 因为很多大牌子都是全球保固 再加上泰国进口税超级高 大家知道我的Macbook在台湾买 折扣 退税 东扣 西扣下来 比我在泰国买整整便宜了一万多块 你看看泰国的进口税有多高 不过电子商品买多了 入境泰国会被泰国海关查 所以买多了也不行 第三个真的是要很认识台湾 而且是要有一定经济能力才会买 就是噶马兰的威士忌 这个产品完全是口碑行销 在泰国没有行销广告 因为噶马兰的威士忌 曾经得过国际人气最佳烈酒 而且味道很香醇 所以全世界喜欢的人很多 偷威士忌的人很少不认识 再加上送烈酒给喝酒的长辈们 通常长辈都会很喜欢 是一个很讨喜的伴手礼 另外其实这是一个很有市场的生意 怎么说呢 因为愿意买外国烈酒的人 其实在泰国的经济地位 消费能力都比平均值还要高 他们会去台湾 当然会喜欢奢华旅游 住高级饭店 这块就算是比较高端的台湾旅游市场 相信我 他们真的非常有钱 我以前做过一阵子的台湾旅游给泰国人看 那时候做功课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热门商品 是我不知道的 而且其实还有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影片长度的关系 我就没有放在这个影片里面 不过从这些清单 可以看出台湾人所认知的台湾 跟泰国人所认知的台湾 有很大的差异 有些东西看了以后会觉得 诶 又买这个的话 怎么不去买那个呢 所以在影片的最后呢 我想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哪个东西 是你觉得有更推荐的选项 哲哲的泰国冷之事 每周带你看一则泰国大小事 订阅就可以快速跟上泰国的脉动 我们下周见咯 SORRY KLAB